第一场例行记者会 相信大家都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了所谓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 该法案涉华内容 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零和理念 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 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 就涉台 涉疆 涉港 涉藏等问题 指手画讲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多次说过 美国怎么发展 怎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那是美国自己的事 但美国不要拿中国说事 更不得以此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这一法案再次暴露了美方霸道霸凌行径 根本违背了当今世界 求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 最终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美方应并济 冷战思维和零和理念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删除法案中涉华消极内容 停止审议推进该法案 停止损害中美关系 和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